王翠如和蕭靖南剛剛在峇里補辦婚禮 雖然只是邀請了很少家人和朋友 但本身沒有打算搞婚禮的翠如 就說場面很有愛很感動 連她都忍不住哭 我本身以為我不會的 因為其實我覺得我和Edwin的婚禮 一年前已經完成了 很簡單的一個小儀式 這次主要是給家人一個很好的交代和圓滿的回憶 所以當我一地爭一看到Edwin竟然是全場第一個哭 到了我爸爸也哭的時候 我覺得很感動 平時Edwin和你都是比較眼淺的人 她不是的 她從來沒有哭 她很少很少哭 拍戲才會哭 所以我看到她哭過兩次 第一次就是和我兩個人結婚 第二次就是今次的婚禮 她的眼淚很珍貴 不過翠如的好朋友洪永成 這次居然無緣出席 真是有點可惜了 我有邀請她的 她有些事 其實她的事是重要的事 只不過 好 既然我邀請到她不來 下次結婚的時候 我也考慮一下 待會兒 待會兒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